上場球其實鋼鐵人只有兩位洋將的得分是來到雙位數 這不但投進了外線 而且裁判比了一個違反運動精神 因為好像鐵米的腳扭傷了 希望鐵米不要受傷 對 球是投進了 對 如果他現在受傷的話 對於鋼鐵人真的是重重的一擊 對 裁判認為有一個出腳的動作 按照規則確實是可以吹犯一個違反運動精神 對 抓的是上場防球的莫倫斯 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球進算 還要罰球 現在鐵米看起來這個扭的還不輕啊 一跳一跳的 他先試跑一下 看能不能跑 有點麻煩 對 因為剛剛下落的時候 其實整個重心是完全的在腳踝上面 只好把自己的鞋帶再細緊一點 這個看起來都痛 莫倫斯也跟他say sorry 當然莫倫斯這個球絕對不是故意的 只是這也是在有時候鋪出去蓋火鍋的時候 可以稍微保護一下對手就是往側邊的方向去 好 現在鐵米有一次加法的機會 一口氣連拿四分看能不能辦到 好 現在鐵米有一次加法的機會 一口氣連拿四分看能不能辦到 好 拔進之後呢 球權還是在鋼鐵的手上 但重點是現在他的移動速度會不會受到影響 然後影響程度有多大 而且還要想到如果讓他持續的降打 有沒有可能會是傷勢會加重 鐵米繼續持球 然後來個後側鋪的出手 好 現在要守木倫斯會比較辛苦 因為他今天的工作 可能防守端會重於他的進攻端 或者是當然就是要打籃下 另外一邊是Austin Day 單手多進 I think the main key was just being aggressive when we stayed together the whole game there was obviously ups and downs they went on their runs we were on our runs but the entire game we were a unit we believed in one another we encouraged one another and we fought hard I feel like we outplayed them we rebounded well even though at times they had bigger lineups than us and we just kind of went with the flow of the game and just trusting one another 所以這次贏球的關鍵還是在於 球員有保持侵略性和團結性 因為大家都知道籃球比賽 一定會有一波一波的神 然後高低起跳 不可能就是每一波都是我們打順風球 所以不管我們 我們這一場贏的關鍵就是 不管我們是在順風或是逆風 我們都有保持我們的正向態度 大家團結在一起 並沒有因為事情不順的時候 大家各打各的各種各的國家 然後大家最後都是內心 都是融聚在一起的 就是順風最大的順風 大家的狀況真的都不好 我狀況也不好 但我也很努力地想去 逼大家幫大家順球 做任何其他的事 有很多東西是我們本組自己 可以控制的 因為畢竟場上還是有三個本組 在這裡有四個 我講的你都可以直接翻 因為我覺得有四個角度 大家很明顯看到今天 球就是流動不起來 我問一下 他為什麼腳卡在中間 還是他有什麼其他想法 你會不會再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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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再打開 大家 I'm still looking for you Be ready to shoot I'm not trying to score 50 I'm trying to get the win Be ready to shoot bro 確實我們也不習慣他的方式 確實我們沒有投進 那我們再去練 但是我們也會希望說 是不是能夠多一點的球流動 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討論 那我覺得我沒把我們大家的想法 去跟他講 那現在大家都在講 就是只會指責任何隊友 但是大家要想 我們大家都在從跳船上面 謝謝 我覺得大家都在這 那講出來的話 就比較直接 那 洋教的部分 他們也覺得 不會 不用搞到某小工作 也不用講出什麼 還講出來的話 這樣子 因為有什麼問題 就直接講出來 那大家很難 大家可以解決 那 要不要再等 就是 這只要不然我們分手 很大一台會傳球 然後會 會 會分手 然後會 會耗盡 那當然也有 就是 提出我們的建議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在選 就是 直接 直接 直接講出來解決動 我覺得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他有提及區 從 上禮拜有書想說 那 從上禮拜的溝通 到 這個禮拜 那 你也看到 我們有很大的 帶來的團隊 有很大的感情 就是 互相犧牲一些東西嘛 然後 為了這個團隊好 那 我們是一個的東西 再去 就放掉了一點 就是 反正下一個 再傳下一個的人球 是更好的控告 就是這樣 這樣 我們可以聊一下 那 我們可以聊一下 我們可以聊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